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生你好 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 东南亚国家几乎他们是不做防治的 恩格热防治 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说 恩格热他很生 如果是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 他如果感染恩格热的话 他应该不用治疗 他也会自行痊愈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那个重症 恩格热会重症 一般都是和平一些慢性命 那我们的新闻短命第四段 最后面有一句 有三大类 这三大类就是比较危险的 那除了这三大类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 会跟登格热合并产生共分的 谢谢 好 谢谢提问这样子 针对第一个问题 确实如何 这位记者大哥所提到的 就是 大部分的登格热是病毒性的感染 健康的患者 确实比较高的几率 他感染过后会恢复 所以点前登格 其实死亡也很异 小益和胜 这样子 那大部分是支持性的疗法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都没有治疗 确实补充水分 适当的观察 适当的退烧 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这样子 所以退烧之后 确实大部分的患者 是可以度过这次的疾病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有些人就觉得 我好像都没有治疗到 其实也有就是控制发烧 然后适当的补充水分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说 重症的患者 哪些人是风险因子 其实刚刚前面 我提到的最大影响 根据我们台湾之前 205年是他有所做的资料 还是跟年纪有关系 那再来就是 合并慢性疾病 或者说慢性的肾衰竭 然后本身有肝脏疾病 然后糖尿病等等 患者 那本身如果有癌症 这些免疫力 比较不好的情况 年纪大 当然都会影响 还是说根据目前的文件 我们知道 最有相关的 还是就信用道上面 所提到的 这三个风险 天际等等 相关的风险因子 还是最有相关的 但不是绝对 所以 年轻大的患者 痛定多的 出现发烧 重疹 不典型的症状 肌肉痠痛 肌肉痠痛 特别是在流行期 还是要建议 尽速的就医 这样子 未必都一定符合 是最典型的风险 但是 都还是有机会 所以建议还是要 及时適当的就医 经由 专业的医 医师人员做评估 这样会比较安全 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 这个健康的 如果说健康的人 感染那个痕 他自行痊愈的 几率很大 对 没错 那痕痕有事情 他这个交叉感染的话 交叉感染的话 因为胃教有提到说 交叉感染容易得到重症 是 那第一次感染 他既然已经痊愈了 第二次再来感染的话 他本身的抵抗力 应该也可以把他 这个病毒也杀死 那怎么会产生一个 重症的一个状况 好 谢谢 应该说 第一次感染过后 他得到Vitam B 还是针对原来那一型别的 所以他感染到其他型别 未必一定有那么 强烈的保护力这样子 那反而有不同型别 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 免疫的反应这样子 所以有本身这样的话 感染者年纪大 他感染到不同一次的型别 反而会 重症的风险反而会更高 只说因为现在 为了公卫政策的原因 我们很难完全的知道每一个人 那么及时很快的知道他 看来那一定是什么型别 所以比较好的 这个卫教的指引的方式是 只要有病人观察 有出现这样的症状 那应该尽快就医 有医师评估这样子 所以不同的型别 确实有可能 动症的风险会更高 不一定是说不同的型别 就是他过去感染过 他现在就一定有很强的异常病 每次感染都是新的一次疾病的发生 所以每次都要谨慎的 特别是年轻大的患者 要谨慎的去观察 然后加入医师的领域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 是透过病酶 稳定的血液有传播 那我想请问他是不是说 透过那个唾液的话 有没有可能感染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 今年全台有327个个案数 那台南的个案数有多少 那成医在登革房子上面 有没有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 谢谢 那谢谢这位借大哥的提问 那身为第一点 目前我们还是认为是以 避免文避养血液传播为主 这样子 我们人的目前的唾液 不认为是有 借由唾液交叉传染的 这是第一个回答 那第二个回答是 目前 呃台湾统计的话 目前到今年为止 我统计台南大概将近出现 呃快40地 30 30好几地这样子 35 36 这样子 那那目前成大因为身为是 台南是跟其美都是医学中心 所以我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可以尽量收治这样的患者 特别是出现重症的时候 我们加奥病房跟我们的内科的医师的治疗团队 我们整个从急诊到内科的病房 还有内科加奥病房 我们都可以提供即时且有效的医疗的协助这样子 所以大概 我认为呃台南 呃台南 呃台南市的医学中心 我们择无方便 会做这样子的必要的处置 跟帮助 好 针对呃 刚才这位 呃记者朋友 提到的问题 我稍微就会补充了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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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医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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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台湾已经有蛮 流淡时间了 呃 所以从 呃 2005年到去年 2005年到去年 那波也很大一波 然后 对不起 2015 然后去年又一波 所以 这两波当中 呃 呃 我们也有些 病床的一些经验 然后 另外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 病床医师需要对这个病人的体验 呃 呃 去年的呃 呃 台湾的第一个个案是在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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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呃 呃 呃 跟民藏造物經驗可以供適當的醫療照顧 另外就是研究量可以在疫情的開發 還有一些診斷疾病的方法上面 有一些研究跟感性的地方 所以這個都什麼 當然藥物更是一個目標 我目前來講全世界疫情也沒有沒有一些熱定的藥物 可以做這樣的治療 還是用預防的角度 或者是在其他國家也有一些疫苗的開發 預防這樣的一個病房 所以這個是成大在這一塊的角色上面 目前講這個範圍 那當然在公衛體系上面來講 我們也醫院的或者是醫療人員 或者是一些公共衛生的學者 參與這個CBC 還有執政府的一些防疫的一些工作 來協助或是中央或的地方 一起來合作這個防疫上面的一些政策 所以今年我想我們應該是很估計去找 年初的時候還有一些本土個案 那最近都是境外的 但是我們也是提高警覺 就是除了外面的 透過這個今天的記者會也是 讓民眾還有當家一起來 願意有沒有新的各樣出現 因為風雨過後這些積水 就會有機會這些我們的白線幫人或的愛情幫人 就有可能出現 數目會增加 好 雖然這個天氣 大家想天氣這麼熱 還會有積水嗎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 天氣這麼熱 你容易有積水嗎 實際上是東南亞地區天氣都一樣很熱 可是他們一樣還是有分隔熱 而且是一年四季 好 所以由於天氣的變化跟雨季這些都會發生 所以在國外東南亞地區 他們是一年四季都有分隔熱 那在台灣狀況比較不一樣 台灣是有東風有夏風 所以在過去的實際上面就是 夏天會有個案 可是到冬天 那個K7共母 那些我們只就會有個時間 就病毒在人生下都不見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是面臨到新的病毒 都是境外的病毒 所以去年那個是第一型 那在有些地方是第二型 那更少的那個大流行是第二型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比較慶幸的是 這個登革熱病毒在台灣並沒有本土化 我們講個本土化是一年四季都是同一型的那邊流 或者是外面再加進來新的然後再混的 那在國外有時候會混的兩種型或三種型 同一型同時在流行 那台灣的過去的炸流行都是同一型在流行 所以那個也讓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的型別它造成的體力有一點點不一樣 然後甚至它的對病人的影響也會有不同 所以現在一次大概第二型的會是比較 所以不同性別還是對有些病學還有它的來源 還有對病人的預防是有點明顯的 那簡單做一次說明 如果各位沒有想到其他問題 那我們記得會就先到這邊結束 所以大家如果還有一些更細的問題 要再繼續問的話 歡迎到前面來 可以做一些討論吧 那今天我會就先到這邊 謝謝 謝謝各位